好 這個 大家都知道我們 年底就要發行新專輯 民謠專輯 詩竊千年 這個 我們會再過幾天 會推出第一支MV 大家猜第一支MV是哪一首歌呢 等一下 黃君如果算第一首 第二支MV 大家猜會哪一首歌呢 不要亂來 不要亂畫 用畫給 這個 大家聽就會知道了 我們直接進下一首歌齁 請我們的 這個民謠吉他第一把交椅老白 唱歌 不敢看湯啊 外滴味的粉彩 用真素勇氣 撫掉未來 輾越造人敢變去 現路撒開 讓閉路撒開 那是風冠貴人票來的事 家中心愛 美愛 你不敢奮在開花心 驚喜過賣出來的心 你送給我的背心 我都沒打開 回你的感情 妖魔化意志 謝謝 謝謝 這個是閃靈成軍這麼多年來 唯一一首男女對唱的歌曲 這個 好險不用跟Doris對看 跟她對看我們兩個可能會 這個 很難唱下去 你知道嗎 不過 我知道有一些人已經聽過這個故事 但是藉由電視機 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故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就是在戰前 二戰之前 台灣人當日本兵 最後的幾個月 也被送去從事自殺的任務 那這些日本 台籍日本兵有很多人的這個 加速往來都有留到現在 其中有一些很特殊的 讓人覺得非常糾結的故事 可以看到 我們這一首熏空其實就是從裡面的一些故事 擷取的靈感 有一些戰士 台灣戰士 他為了能夠不要這個軟弱 能夠在戰場上面繼續戰鬥 他太太或他女朋友 家人寫去的信他都不敢開 他不敢看 他怕看了他就會哭 怕看了他隔天不敢繼續上戰場 那一直到了他 已經要從事自殺任務 他知道今天去打這場仗 接著的這個任務 他就沒有辦法回家了 他就寫最後一封家書 把他太太寄給他所有的信都包在一起 寄回台灣 告訴他說 這些信我遠風不動的還給你 很抱歉我都沒有開 因為我必須在這裡戰鬥 但是我很愛你 那我已經沒辦法回去了 希望你了解我的心意這樣 我看到這樣的故事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真的台灣有很多的故事 一直是被掩蓋的 因為任何的政治因素不被人家知道 那我覺得閃靈的存在的特殊就在這邊 我們什麼都不怕 你寫一寫說不定被罵黃明對不對 管他的 我覺得屬於台灣的故事 我們就要寫下來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